近期低温来袭为了妥善照顾好游民 避免他们受动 对此日前在县长许舒华主持县务会议当中 会中县府社会及劳动处 也报告税末年中该处结合社会支援 办理本县列馆游民关怀措施执行清新 即近日寒流来袭 每合八位游民入住旅馆避寒案 表达肯定 并呼吁民众要多留心家中长辈幼儿 足以保暖预寒 维护健康 低温来袭 我们县政府也都有列册管理 在南头县的游民总共有27位 所以我们县政府这边也在低温的时候 特别都会跟很多的企业界 包括我们主动的关心 除了把一些保暖的大衣 还有包括有一些热食的券 能够提供给他们随时可以去换食 另外也担心如果在外面的话 这种寒天很容易受冻 所以我们也会眉合一些的游民朋友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我们会就近的安置在一些的饭店里头 让他们可以比较有舒适的环境 可以来度过低温 县议员林如阳指出 近期气温几速下降 感谢县府对于游民的重视及关心 就本县27位列车管理关怀 并主动结合企业团体等社会资源 募集保暖一倍保暖 并提供热食券让游民能够换食温饱 也期许街游这样的方式 能够欢喜社会大众的重视 将爱心传递下去 感谢南投县政府 特别为了我们有列车的一些街游们 做一些媒合 也希望说在寒流来袭的时候 这些街游们能够得到妥善的照护 所以南投县政府特别媒合了一些旅馆 并且找了一些可能冬天 度过冬天的这些服装 那希望说协助这些街友 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都可以度过这个寒冬 那也希望说我们南投的乡亲们 大家要注意保暖 那自己的身体要顾好 那我们一起抵抗这个寒冷的冬天 那也希望说大家 我们一起来关怀照顾 我们身边很多需要帮忙的人 让我们一起把这个爱心再发扬出去 另外也担心游民朋友 在寒冷的天气下入宿受冻 社会及劳动处社工 也积极地劝说游民 媒合入住饭店 在舒适环境避寒 目前已成功 媒合八位游民入住 先府期盼透过物质保暖衣物 被入及热食券等物质关怀 让游民感受社会的温暖 也能够安度寒冬 记者邱平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